主料,低筋面粉100克,黄油50克,细砂糖38克,蜂蜜20克,牛奶50毫升,鸡蛋一个,辅量,盐,泡打粉2克,椰蓉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准备好所有的食材,一共9种材料,黄油软化和和细砂糖一起搅拌,打发,同时放入一点点的盐。 鸡蛋打散,分三次加入并搅拌均匀,搅拌均匀后放入蜂蜜,继续搅拌,加入筛好的面粉和泡打粉,放入牛奶,椰蓉,用橡皮刀拌匀,搅拌成面糊状,放入一个带嘴的容器里面,容易往模具里倒。 模具八分满,一次的将模具中的气泡震动出来,用往入放入椰蓉,预热烤箱,180度,上下火,20分钟。 炒熟的样子,味道很不错,泡了一杯红茶,吃上一块椰蓉马芬蛋糕,美哉,烹饪技巧。 简单一学,谢谢老师的分享,没有老师做得好,但味道应该和老师的一样,因为很好吃,但做下午茶很棒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